那就講一下加拿大的消息 中國科興疫苗和俄國的Sputnik疫苗 加拿大的醫學方面認為他們未必可以得到認可 所以在加拿大打疫苗是不會打到中國科興和俄國的疫苗 另外安省現在的疫情情況是這樣的 染疫人數總共32448人 總死亡人數7173人 當地上發生了屍體案 在Parlymen 加Shutter Shutter街 295號 一棟Pakman 發現兩具屍體 那頓Pakman 經常發生毒品案 很多人吸毒 這個應該是純出租的Pakman 我都有朋友在裏面住過 我亦都見識過 都幾吵架 又不是說很髒 不是一般那麼漂亮 但租金都相當貴的 另外一則就是 加拿大的科學家 證實了安省已經進入第三波疫情 多謝大家 歡迎訂閱